不是不能夠去就是說檢討 或者是說去看 到底這個案子有沒有問題 可是必須要有憑有據 這才是重點 來 委員我要請教 我先給大家看幾張圖 有一個網友叫做蘇茉莉 他把這些就是說 before跟after 他把他拚在一起 我們看 上面這一張 這個是什麼 老新竹市人就知道 這個是新竹勢力棒球場 以前的樣子 整形前的樣子 整形後長這樣 整形前你看 必須 然後整個看起來就是非常破舊 有一點感覺非常復古 但是整個改建過 美輪美幻 那他因為他是把他就是redu 再重新再做一些其他的修整 我們再看 這個是國民黨時代的新竹市的公有停車場 感覺好像隨時都會覺得遭遇不測 因為氣氛 黑暗 下面也都那種濕濕的 你光是看都覺得裡面可能味道不會很好 來 在林志堅執政之後 他把一樣的停車場可以改成這樣 也是美輪美幻 我們再看一個 這個是國民黨時代的新竹市立動物園 這個動物園 以前看起來有一點像是獸籠 就是動物關在裡面的感覺 到了林志堅整個重新弄過之後 感覺比較有兒童歡笑聲的出現了 因為那個整個氣氛就是不一樣的 可是剛剛提到的這一些新竹棒球場 或者是說等等那些問題 什麼官埔國小 其實他們都要行錯一個 要奇怪為什麼追加預算追加這麼多 是不是有什麼弊案 那就開始炒作囉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有沒有弊案 可是當你把他棒球場貼上這樣一個標籤之後 有的時候就回賣你 回賣清澈 其實最近網友開始把很多 這個這幾年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新竹市的各個 公共建設跟現在在林志堅主政之下的 這個改變開始有很多這個比照圖 他那個比照圖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前兩天 這個發生高宏安這個稱讚 這個新竹棒球場的事情 然後所以就很多網友擔心說 接著他是不是要開始收割 其他的地方了 就是所有在林志堅主政之下 甚至於曾經被藍白拿來批評的 這一些地方 到時候過沒幾天 不一定要過到年 可能過沒幾個月 就變成是好像是他才上任 沒多久 就這個帶給新竹市 很多煥然一新的感覺 所以最近很多人開始整理這些比較 最主要是因為 在你還沒上任之前 我要趕快就先把他們 統統整理出來給大家看 那上面是以前 下面是現在 未來會不會更好 這是大家新竹市民的期待 就從下面那一張 變成未來更好的地方 那所以其實這就要回來 那所以高宏安怎麼去挑選 他的副市長就變得很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大家會討論的原因 因為其實很多民選的首長 那還有這個內閣裡面的政務官 他通常會搭配一個其實事務官或是在這個行政體系裡面比較久的一個副市長 原因是因為行政首長民選首長他有一個這個政務的一個方向對這個城市的願景 但是相關的這些局處首長局處部會的分門別類分工怎麼去處理 這通常是要在一個部會裡面 在一個公務體系裡面已經比較久的人才會知道 他今天找這一位蔡立欽 如同剛剛我們律師講的 他其實在法界裡面應該大家是還蠻稱讚的 但是他缺乏這個行政體系以外 缺乏公務體系的經驗以外 最重要的是其實你從台北市大巨蛋弊案就可以看得到 這個跟你找誰當副市長是沒有關係 最後現在趙騰雄在一審判刑七年 周勝考也判刑 這些都是因為檢調單位以及司法單位在處理 跟柯文哲一點關係都沒有 雖然在選前是柯文哲說這是弊案 最後跟這些收賄有關的事情 還是要靠檢調跟司法 這個絕對不會是說 我們看到柯文哲的哪一位局處首長 或是他副市長拿出來這個登高一呼 然後就把趙騰雄抓起來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其實這個高鴻安 你從你自己的黨主席 他過去怎麼去喊大巨蛋是弊案 到最後他怎麼袒護大巨蛋 以及在最後這還是回歸到司法 才能夠處理 就可以很清楚的學習到這一個流程 所以難怪外面的人會說 那恐怕他不是真的要抓弊案 他是不是要省自己要請律師的錢 因為很清楚他黨主席就不是 就沒有辦法透過行政來去處理弊案 他還是回歸司法 那所以你這到底是為了什麼原因 去做這樣子的安排 另外還有一個我覺得很可惜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一定要拿出來講 其實柯文哲當了八年的市長 他累積了多少這一些有行政經驗的人 就算那些跑掉的不管 中間來來去很多人就跑了以後 還回頭罵他 不管這些最後還是留了很多人 柯文哲前一陣子不是說他想塞人嗎 我從現在這樣子看下來 他們會吵架 一定是其來由志 為什麼 因為他最後去找一個他自己的朋友 而且是沒有任何行政經歷 沒有任何公務體系經歷的朋友 這個人在法界得到稱讚 但他跟柯文哲一點關係都沒有 柯文哲最想塞的人 當然是副市長 因為高宏安如果有一天 他有可能因為這些纏綜的問題 因為官司的問題 必須要有另外一個人 變成代理市長的話 最好是柯文哲自己的人 而柯文哲自己一定也認為 他已經八年之下 累積了多少有這些公務體系的 所以我覺得高宏安的 這一個決定 也表示他認為柯文哲這個人應該沒 以柯文哲自己的話來講 這已經沒用了 就是我現在用你的人 對他自己有什麼幫助 還不如對他自己的官司有幫助 其實新竹市真的對台灣來講 尤其他是這個新竹科學園區的一個樞紐 整個這個城市的發展 在現在從國際化的角度來看 供應鏈在重組 現在是大家人人都知道 每一篇報導 每一個各個從經濟面的報導 到政治面的報導 都會去提這件事 所以新竹市的發展願景 其實你在想這個副市長 不能只想你個人的官司 其實我到現在這邊 剛剛在講說 是不是就只是浪費了 他浪費了新竹市民 浪費了自己的一個 應該要付給副市長的一個薪水 拿去變成付給他的 這個法律顧問 他們還要戳脫四年好不好 重點是供應鏈重組 不會一二十年都要重組 就是現在這是最關鍵的時候 新竹市的未來 就是你這四年怎麼做決定 那你這個市長 已經在纏送的過程裡面 你可不可以找一個 真的是可以帶給新竹市民 一個好的願景 結果沒有 你現在把他拿來 當成自己的法律顧問用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非常的對不起新竹市民 好 我們看 不好意思 易善哥 我請教一下 這個秘書長 因為他的現職 是臺北市的地政局的局長 這有柯文哲塞過去的影子嗎 我覺得是這樣的 尤其公務體系 他們都是公務 他就是單純的事務官 事務官出身的 都是中華民國的財產 不要說是哪一黨哪一派的人 他們到能夠升職 他們因為有一般歷練 然後可以升官 當秘書長 我都覺得很適任 只要是他的做的事情 是跟新竹市市長有關的 對 我是要問的意思是說 他有是柯文哲的愛將嗎 也不是嘛 也不是啊 看不出這種感覺對不對 因為通常我們所講的愛將 譬如蔡碧如是柯文哲的愛將 那個周玉修是柯文哲的愛將 要有親疏遠鏡 這個比較不算 公務體系出身 好 那我們看 那副市長的部分呢 今天他們有發了一張新聞稿的意思是說 我高鴻安從政前呢 我在鴻海當副總的期間 然後我認識了一個檢察長的兒子 兒子呢 又是夏浦的法務長 法務長幫我介紹了這個人 聽說是刊過來了 是從鴻海這邊刊過來了 新北地檢署的前檢察長 叫朱兆明 朱兆明的兒子 叫朱成佑 剛好在夏浦 鴻海的朱成佑推薦 左啦 陳左 朱成左 對 好 那他是這樣刊過來了 那這個余曉老師 我想要先請教你一個部分 我們先跳脫副市長的這一塊 我每次看到這幾個字 我都會被視差貓誤導 我都忍不住會念熱壓吐司 其實不是 是司法打壓 那司法打壓這一塊 大家記不記得 他在被約談 然後附訓到北檢去的時候 那北檢那個腹地 其實是車道 可是車道上面就人來人往的 有一個前法官 他現在是律師 他看到高鴻安的時候 他是喊貪污犯 因為他不高興 他覺得不容許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但是前面還有四個人 在那一天 那天冷氣的時候 拿了這個叫做司法打壓 那後來四叉貓 他的眼線比較多 尤其民眾黨裡面 幾乎他要知道什麼事情 都會有很多的這個金牌小密探 告訴他 他就發現這幾個人 民眾黨新竹寶山的黨部副主任 這個他本來只有打一個女生 他也不知道是誰 但這個女生他又跳出來說 我就是鍾馨瑜我也是民眾黨的 主動政的一個算是政代表 另外這一個叫做鍾佳佑 他是寶山那邊也是民眾黨的成員 那這一個呢 包的頭上蓋起來 他看不太清楚 不過他從他從這個額頭間 他感覺應該就是足科工程師 也是高粉 洪安粉 叫做蕭乃夫 我們本來以為 因為新聞報導 當時去問他們 他們都說 我們就是看不慣 我們就是新竹市民 看不慣的新竹市民 後來竟然發現不是新竹市民 是民眾黨 有這樣一個小圈圈的民眾黨的新竹市民 那你怎麼樣來看 上禮拜我在節目之中呢 我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預告說呢 這四個呢 到現場去呢 聲援高安的自稱是新竹市民 已經有人跟我說他們認出來了 第一個認出來是誰 這張圖嘛 其實我的朋友跟我講說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蕭乃夫啦 蕭乃夫什麼人 各位還記得吧 足科工程師的這個呢 版主嘛 而且呢 也拿過一千塊獎金 但是後來呢 因為都是他拿 所以說呢 這獎金制呢 就取消了 本來這個高雄安辦公室 有這樣的規定嘛 那我就跟大家講說啊 本來跟大家說 每個人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嘛 這就是中華民國 這就是民主國家嘛 但是啊 自找自演這樣的事情 實在是在看破手腳 你本來的訴求是什麼 新竹市民基本上都力挺高雄安 雖然只有四個人站出來 第一個被踢爆是 這四個根本不是新竹市民啊 是新竹憲民啊 第二個是什麼 好了 廣義說都是大新竹人 這樣好不好 是民意 是憲民 那都沒關係 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啊 這是民眾黨黨工嘛 蕭乃夫是愛將 其他的呢 這個余捷安 是寶山鄉的黨部副主任 鍾馨瑜呢 跟鍾家佑呢 是寶山鄉跟竹東正的正名代表 跟鄉民代表的候選人 這個叫做打工 這個不代表是民意 或說這個叫做紅衛兵 是自己人 自倒自演 所以說呢 網路上啊就翻車了 就告訴大家說呢 你們去這個幫告安加油 是要幫忙分擔行旗是不是 四個人一個人可以分享兩年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呢這個被抓包 是這個被抓包 是這個被抓包